已經超過一半 跟過去國民黨50年狀況不一樣 而現在包括中國時報的民調中心都做出來了 但贊成用台灣民意加入聯合搞的 都已經53%了 其實也就是說 台灣的主流民意在過去這幾年 非常迅速的蓬勃發展 這樣的情況不只是中時的民調中心所做出來的 政大也做出來了 有非常多民調都顯示 然而 為什麼這些聲音在媒體裡頭竟然是墨流 聲音在這些台灣的媒體是沒有出現 其實就是剛剛華爾街日報所提到的 這種所謂的救世力 拒絕認輸的救世力 他們還是掌控媒體 還是掌控主導權 詮釋權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都要一一打破的 包括今天我們所看到 沒錯 陳信瑜罵公公 在傳統倫理上 我們說實在 確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政府這樣做來賣我 如果說他這樣對 很好 我沒有說陳信瑜這樣對 而是說我們希望你能夠理解 陳信瑜在整個事件 他是最犧牲 其實最無國的一群 當然他有情緒崩潰 他這是情緒崩潰的表現 但請問 他因為他是總統的女兒 情緒崩潰在電視台前面 你把他修理成這樣 那張熙懷不是 張熙懷才不過才媒體 綠色媒體 就那麼一點點單發點放的聲音 他就可以情緒崩潰到 在地檢署裡 這樣啊 你說那是什麼 他還是大男人 我是要跟我們台南這個林老師說 第一個就是說 本於人性去體諒陳信瑜的情緒 第二個欣賞他的真 最後你不見得要接受他 自主之心 他要跟自主之心 對 不見得要接受他的用字 你要訓練你的學生 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明明陳信瑜這個是 從去年一直累積下來的情緒 是人 在那個時刻崩潰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情形下 偏偏媒體要把它誤導成是教養問題 你的獨立判斷力在哪裡 接下來剛才 這個洪一大哥拿花兒街日報 事實上 最近馬英九一支廣告 花了好多錢 用客語 國語 台語這樣播 從一個空白裡面走出來之後 還是一片空白 來告訴我們台灣的 經濟 生命力消失了 因為經濟 生命力消失了 所以才要找蕭萬常 可是頭到國中大哥拿一本雜誌 我們這裡有一本雜誌 金周刊 金周刊今天最新的這一期 我畫個大字就好了 六月份全球主要股市 台股一支獨秀 如果台灣經濟的生命力消失 你才要找蕭萬常 你這個疑心診斷錯誤 可能會找錯藥方 所有的數字都告訴我們說 台灣有一些問題 但台灣沒有那麼差 沒那麼壞 我還黏這段 給大家聽 雅朝華街日報 他說被反對黨控制的媒體 也有效的把他 把陳水扁塑造成無故挑釁中國的角色 我給大家看 這不是 這不是他故意修理台灣嗎 台灣都給中華台北 他說中國台北啊 我要請教 那時候都說什麼 陳水扁破壞協議 你會記得嗎 是他們侵犯我們 結果說是我們不守信用啊 我要請教大家 今天中國為什麼官方要改口 因為國際奧會制止他 因為中華台北是我們 台灣在奧會的正式名稱 你任何一個主辦國 不可以隨便去更改我們的名稱 而且這個就是統派媒體 所謂的無故挑釁的結果嘛 問題是這個結果 對台灣有沒有利 對我們是好的啊 別人跟我們摘耶 說我們不對啦 你看這個是什麼道理 今天如果不然這樣堅持 他會改嗎 我請請問 對 剛才連晃講 其實有一點是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台灣不堅持 自己的立場 甚至就算談好 可是你這邊改我的名稱 說我是境內路線 台灣本來就立場要強硬了 我覺得2000年2004年 這麼多人選陳總統 他要做的事就是這件事 就是保住台灣的主權 沒有其他事啦 我覺得這些人頭陳水扁 搞不好還不是為了什麼 台灣在尊嚴嘛 為了尊嚴 為了台灣的尊嚴 為了台灣的安全 我其實前面林老師這樣提 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趣 那個台南林老師 其實陳迅雲講的是什麼 他講說那個人去自殺算了 這個句話當然是不盡 可是不要忘記 我們前面VCR 馬英九講的是什麼 馬英九穿西裝筆挺 用國語講說 你會死得很難看 我覺得很奇怪 從來沒有一個老師 會call in進來說 馬英九這樣講 我怎麼教我的小孩 可是為什麼陳迅雲這樣講 反而就被講成一個教養問題 我覺得這裡面有雙重標準在那裡 就是說你用什麼話 用怎樣的包裝 你講得很毒的話 這個社會好像是可以接受 我知道有一種律師是怎樣 每天你知道律師都會穿西裝嘛 但是用他的律師 叫他去找他拿錢 但是他不講髒話的 那請問這樣有沒有教養 可是政家人你知道有的人 一個開箱就要用那個異性開箱 這樣有效用嗎 就拿去年六月十八號 馬英九那個答案 在天下父母心中的那個廣告 跟檢察官說 你們要給我好好的辦 不然政黨輪替之後 責任是要追究的 要追究責任 這叫有教養 這種恐嚇耶 這是公然恐嚇釋法 這叫有教養的 等一下請大家看 因為很重要 證明是善意 說他們把我們偷帶東西去 現在憲人 現在憲人說給他釋放三立啦 這是什麼標準 我請教大家 那本來就我們會這樣 我們也叫做中華台 叫做中華台 跟節儀 跟節儀 其後 年紀 Muss mans 可以